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看这个音节 它是由大写的一和嗡的音节组合在一起 嗡就是由前鼻音韵母 后面加上一个字母 这个叫做什么样的音节 我们叫它后鼻音韵母 我们叫它后鼻音韵母 这个声音啊 是从后脑勺往头顶上发出来的 嗡的音 嗡 阳 来 读一读它的四个声调 读的时候嘴巴要张大 舌根要抵住这个喉咙 声音 嗡 嗡 声音往后脑勺 爱往上 来 再试一次 嗯,就是 嗯的四个声调 嗯,再来把这个音结读好 一昂,羊 山羊 一昂,羊 山羊 嗯,这个 嗯的音呢,就是由前鼻音韵母 嗯,后面加上一个歌的音 我们叫它后鼻音韵母 好,这是一盏 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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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声母登 加上了后鼻音韵母 这个后鼻音韵母 是前鼻音韵母 嗯,加上一个字母歌 我们读 哦 哦 注意这个气流是从 啊,喉咙 大大后脑勺 然后往上冲的 哦 哦 登 哦 登 哦 登 四个声调怎么读呢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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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,一边读啊,一边化声调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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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,读准确 啊,读 后鼻音韵母的时候要 跟前鼻音韵母要区分开来 啊,读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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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这是一只 猫头 鹰 鹰 直接读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读 鸣 猫头 鸣 大写的一和鸣在一起 是前鼻音韵母 鸣 加上一个歌 它变成了一个后鼻音韵母 鸣 四个声调一起读 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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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,再来试一次 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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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记住啊 这里要积累到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读 鸣 猫头鸣 老鸣 都是这个音节 好 那 在图片上面我们看到 啊 这位 爸爸在带着小朋友在干什么呀 他们在 游 涌 涌 一 咯 咯 嗯 是由 鸣 鸣 鸣 加上一个歌组成的 咯 的音 咯 一 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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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,一边读一边画出声调 哦 哦 啊 前面这个字母是哦的音,所以嘴巴要笼圆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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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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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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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和 呢 组成了一个 咯 的音 好 我们写的时候要注意是哪三个字母组成了这个后笔音语母 小阿 和一个歌 组成了 的音 阿和 笔音再加上一个歌呢 组成了 的音 小一和 再加上歌组成了 这个后笔音 就是哦加上了这个 再加上一个歌 三个字母组成了 的音 来一起读一次 拿出铅笔 我们在自己的练习本上 一起来写一写 这四个后笔音域母 所谓后笔音域母 我们那把气流往后脑勺上面 后脑勺上面送 舌根要抵到这个喉咙 读的时候要注意啊 这个头腔 也是发出了这个共鸣震动的 来一边读啊 一边用手来感受一下 哦 哦 哦 这个读起来是比较有难度的 我们课后的时候自己还可以再练习一下 好 今天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几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同学们 再见 下几课 下几课 下几课